尊敬的易大使 张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在各位的见证下 接受罗珠文化交流青年诗者的称号 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享受在舞台用演唱表达自我 传递情感 无论在舞台上使用每种语言 舞台下坐着美国观众 都会被角色的命运所吸引 都会被戏剧的演绎所控制 演员和观众间的交流没有站稳 所以说戏剧无国界 挪威是著名戏剧家一卜生先生的故乡 他创作的网偶之家《享誉世界》 是每一位戏剧演员梦梅参演的殿堂之作 至今每年都会在中国上演 一卜生先生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 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散文 是这位戏剧大师留给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在这个层面上 戏剧大师早已扮演了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我也希望今晚有更多的机会 在罗中文化交流中 尽眠不知的故事 听说当时火烂国际频道邀请您 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您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选择 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活动呢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有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的这种活动邀请我 然后欧洲其实我也第一次来 农威更是第一次来 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这个青年的文化交流使者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荣誉感的事情 所以毅然决然的来了 那您作为这个文化交流青年使者 您觉得您要成了什么样的使命 更多的是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为文化交流使者 我本身就是从事音乐剧 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 所以就更多的还是从我的本专业开始做起 因为也想在戏剧和音乐剧上 有更多的文化交流项目 然后我也很希望能带很多自己的作品来挪威 让更多的挪威的华人 还有挪威的朋友们欣赏到观看到 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戏剧也好 歌曲也好 演出也好 我觉得也很欢迎大家去中国 很多挪威的朋友去中国 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 那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海外工作机会 你会选择吗 其实这是第一次算是海外工作的机会 有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 这种海外工作的机会 包括这种文化交流 这种能推广中国文化 能推广音乐剧的活动 我都非常愿意参加 刚刚您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挪威 您对挪威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我来之前大家都说挪威很冷 其实来了以后我感觉还好 因为可能之前被这个国家 他对这个城市奥斯鲁都非常陌生 来了以后感觉空气很好 人很少 基本上白天在街上就看不到什么人 到了晚上景色也很好看 因为就在海边 好吃好玩 好看 我喂三文鱼 海鲜 都非常新鲜 非常好吃 然后我又去看了滑雪台 欧洲最高的滑雪台 还去了威格兰的雕塑公园 所以我都很喜欢 还看了两部戏 对这两部戏其实还真的是 原来没很大的期待的 然后还真的是让我惊叹到 因为《雕塑公园》好像很清楚名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雕塑公园 其实就是这个雕塑家花了20年 去建造了一个人生的一个主题的 一个雕塑公园 其实不是很大那个地方 但是它的所有的构思 对人生的理解和表达 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这种风格 我也几乎原来没有见过 那您看的这两部剧 那个是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还有一个《爱丽丝》 它那个应该不是爱丽丝梦游献 应该是《爱丽丝静忠奇远》 因为它跟那个《梦游献献》的剧情 不太一样 是英文还是人 纯挪威语 那怎么说懂了 因为这两部戏之前我都对故事 包括整个情节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在看虽然台词听不懂 但是演员表达得非常明确 所以也真的很好看 也看到了这个真的是 挪威是一个戏剧发展 非常久远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戏剧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 所以也感受到了这些 那《梦游献》本身就是戏剧大师 易卜生的《梦香》是吧 您这个 其实本来我还有要看第三部戏的选择 是那个《海尔格伦的海盗》 这个就是易卜生的一个作品 所以买不到票了也挺遗憾的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 这次粉丝都说您是互不出户 足不出户 今年有多一些城市演出的计划没有 今年在很多城市都有演出的 别人外一会去很多城市巡演 然后马上就要到中国的新年了 平常过年最喜欢的习俗是什么 就是家人吃团圆饭 包饺子吃饺子 这个是我们那边习俗 算是习俗 其实中国的家庭都是差不多的 年夜饭 家人团聚 您是青岛人 青岛也有很多海鲜 你觉得你和在挪威吃到的这种海鲜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那边不太吃生的东西 就生鱼片什么的 青岛那边是没有的 我们那边吃贝壳类的这些小海鲜多一点 因为生鱼片这种东西 是水越凉的地方会越好吃 就是生海捕捞的鱼会越 就体型也会大 味道也很好 因为青岛那边的海水没有那么老 所以就不是很出产这种 金枪鱼啊 三文鱼这种鱼类 所以还是蛮不一样的 做法也不一样 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的 做法这边呢 其实西式做法很多嘛 因为我们那边更多的就是 很简单的家常做法 对 蒸啊炒啊煮啊 那春节打算怎么过 会考虑和家人出去旅游吗 旅游暂时不考虑了 还是更想在家休息 陪陪外妈 然后好好待几天 吃吃年夜饭团聚一下 您觉得这次鲁卫之行 有没有很强的压力 我看您发的微博 好像是很放松的一个过程 本来就是想来放松一下 然后也没来过嘛 然后去很多地方看 包括在街上旅游大 我都感觉给我很多新鲜感 然后新兴瑟瑟的 这个商店啊 包括古老的一些建筑啊 这个以前都没有见过的 其实给我的感觉 还是非常安逸 非常舒适 对还是希望自己能放松放松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剧了 而且去看剧的时候 经常就会被拍到 后面会不习惯 对 原来是 就是很喜欢看剧 看习惯 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 有看戏习惯的小孩 因为我妈妈最早是做演出的 所以就是看各种各样的舞台演出 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 包括晚会 我都很喜欢在现场去看 从小有这个习惯 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以后 上学的时候 包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有的好的剧目 就会看好多好多遍 现在走进剧场可能会 被认出来的情况比较多 然后我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我怕会影响到演员 或者影响到其他观众的观感 就是我不希望打扰到他们 所以我都会等开场的黑灯以后 再偷偷进去 然后亮灯之前偷偷离开 我不希望干扰到 这部戏上的演员 给观众的那些情感 那些表达 那些感受 我不希望 因为我把这个东西破坏掉 所以我都尽量安安静静地走进去 然后溜走 之前说理想的副牌 变身外衣的时间是35岁 这次为什么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参加副牌 这次可能就是想了很久 想了小三个月吧 这件事情要不要做 最后说服自己的就是 不想留下遗憾 因为确实是太喜欢这部作品了 而且17年演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喜欢音乐剧 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没有看到 因为演的不多 所以那时候留下了一个遗憾 所以希望今年20年 那么把这个遗憾给弥补回来 这次副牌和之前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还没排呢 对对对 初进德林与慈禧剧组压力大不大 大 太大了 那可能是我演音乐剧这些年 第一次进一个剧组排练的时候 会这么紧张 紧张到 第一次紧张到失眠 就进组的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睡不好 进组前一个星期 我正好在演 我在上一个话剧 然后就开始每天下午在剧场 等着晚上演出的时候 就开始背德林的词了 就开始想光绪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知道演了演的就会忘掉 所以不敢特别干扰的 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戏 但是回家做了很前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说实话之前进组之前的想象 就是身处这个剧组的感受 第一次 就特别和蔼 就像和睦相处的一个大家庭 之前我想象的是很严格或者很严酷的那种 大家都所有人只是在工作那种 一点错误都不可以出的那种气氛 但是后来去了以后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就会进度非常快 因为各位老师都很热情的 很细心的在帮助我 所以在这个很宽松的环境之下 你的压力就慢慢就没有了 慢慢就没有了 特别是山姐 司徒导演 就是真的从我第一天去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鼓励 然后他们会主动过来跟我聊天 他们知道我紧张 会让我放松下来 然后私下来熟悉一些 会在台上会更好 就非常成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其实还有很多不足 希望今年巡演能再好一点 再磨脸 对 再学习 就像汪涵老师跟你所说的 很多巨师要牵涉 是的 因为我能跟这些艺术家合作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让这些老师真的是 半辈子都在台上演戏 因为他们都长在台上一样 所以真的有太多的东西 东西需要去学习 因为像我您和汪涵老师聊天的时候 也聊到这个 就是说 韩哥说只有千锤百炼 千万次去磨砺 你站站在台上那一刻 你就可以把控这舞台 您现在你感觉你处于什么样的 我差太远了 幼儿时期 一个演员的幼年时期 就像韩哥说的没错 他说他从开始 第一次当主持人到现在 他主持过成千上百的演出 晚会 节目 各种各类型的节目 什么样的题材的都有 综艺也好 这就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 所以韩哥现在可以这么成功 在站在台上这么游刃有余 这都是靠这么多年的积淀 演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还差很远 前一阵子去了 李琦和周深的演唱会 所以你之前看的演唱会看的多不多 不多 非常非常不多 有印象上看演唱会 还是初中高中左右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 开演唱会的个人的计划 没有 后来音乐会 没有 暂时没有吧 可能可以说暂时没有 如果是自己要创作剧的话 会先尝试什么样类型的剧 什么样类型 我觉得你说故事类型吗 还是想先尝试简单的 所生活的一些小事情 就是贴近生活的 越贴近生活越好 因为我觉得自己去写东西 首先要真实 那我又没有特别多的生活经历 可以让我凭想象 凭人生去映识到别的故事 我觉得还是如果我自己做 我肯定先会从身边的故事 我亲身经历 亲眼见脑 亲眼听过的东西 开始 因为这个能更贴近真实一点 因为假的东西 我不喜欢 在选择剧本时 整体剧情逻辑和角色人物 保管度 如果必须要取舍的话 更看重哪一个 第一者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一个故事 只有一个角色 你在诠释角色 塑造角色 你都要为整个故事线 去做让步的很多东西 每一首歌也是一样 你看每个戏里面 所有的角色里面 都想要一首大渡唱 或者说一首三重唱 二重唱 很精彩的舞台配音 但是可以给你 没关系 你可以唱 你有能力去表达 但是如果放在整个故事 有些时候 它就是错的 我们以前做原创 真的到晚上演出 下午导演 灵感就突然来了 或者这个节奏太拖了 时长太长了 那对不起 我把你渡唱删掉 说删就可以删 因为原创 大家还没有见过 就算你演了一轮 你也可以删掉 很多东西做修改 所以很多角色的塑造 都要为整个故事的流畅性 整个戏的精彩程度做让步 所以还是要讲明白 一个故事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大家都很关心 大龙2020 除了德林与慈禧 变身怪异 不大剧之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剧场的安排 能不能透露一下 别的剧场 今天刚官宣了一个 对 我们有一个音乐会 然后也会去几个城市巡演 然后暂时就只能 先透露到这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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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感谢观看